哈囉各位一點好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是中華民國112年5月5日星期五 今天繼續來追蹤一顆紅毛榴槤 我們在去年的 十一二月間 111年的11月多 開始做了一個實驗 我們就是把羅里亮果的花粉 拿來幫 這顆紅毛榴槤的花做一個獸粉 所以也就是說以羅里亮果當副本 紅毛榴槤當母本 那做了一些獸粉 我們獸粉是在北側這邊做了幾朵 那後來呢 全樹失敗了 有一集我就跟各位講 應該是全樹失敗了 但是這幾天呢 我有發現 當初做了兩次的獸粉都有做 這裡有獸粉 那邊有獸粉都有做紀錄下來 但是我記得有一次呢 我有再拿花粉過來幫他補獸粉 獸粉的位置在這個地方 前幾天呢老媽跟我說 有一顆紅毛榴槤 我怎麼沒有套到袋 我說都套啦 有三顆紅毛榴槤都套袋 怎麼會沒有套袋 他說在北面的這邊 後來北面這邊都失敗了 怎麼會有 老媽跟我說在底下的地方還有一顆 在這裡 這裡躲在這邊 哇 哇 躲在這裡 成功了 這顆紅毛榴槤呢 我印象沒錯的話 是用羅里亮果 當副本 花粉當副本 然後來幫這顆紅毛榴槤 人工副本 經過了大概 五個月 大概五個月 我們才看到 它成功了 那旁邊還有一朵 應該是 現在還沒有發育 應該就是沒用了 到時候我會把它剪掉 然後等它再大一點 我再幫它做套袋 那它這樣瘦粉呢 歪歪的有沒有 這邊有點 不完全 這是瘦粉不安全 所以呢 它長了歪歪的 底下左邊這邊 瘦粉比較完全 上面這邊 瘦粉的不完全 看歪歪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主要目的就是 讓它瘦粉成功之後呢 我們要再拿它種子來種 種出來看未來 它會長成什麼樣子 這顆我們到時候會取它種子 再來種子 那在南面的那一邊 有三顆 它是完全沒有精油 人工瘦粉 它是 阿娜娜 不是阿娜娜 是紅毛榴槤 它自己的花 然後由昆蟲 應該是昆蟲吧 蟲梅幫它瘦粉 那我們看一下它現在 長多大了 喔 已經這個已經很大了 不過 離它能夠採收的時間 還很早 而且這個 都是歪歪的 我們這次的幾顆 都是歪歪的 也就是說沒有 沒有完全瘦粉 已經蠻大 已經垂下來了 那這裡是第二顆 這顆前幾天才套的 這個也還不是很大 小小的 那另外一顆躲在這邊 裡面 這顆的樣子呢 就比較 稍微比較完整一點 果實長得稍微比較完整一點 瘦粉可能比較完整 那南面的這三顆 全部都是 花朵 花朵 沒有經由人工瘦粉 是由 昆蟲或者蜂 應該是這一 紅毛榴槤的花 我覺得它 主要還是 由昆蟲瘦粉 蟲梅瘦粉 因為它花的結構 你說要 用蜂來瘦粉 不太可能 它整朵圓圓的 然後 開的時候 它花粉 也在裡面 而且它外面的花鱷呢 把它保護得很好啦 也就是說 風的話可能 比較沒辦法幫它受粉 這顆就是我們的紅毛榴槤 去年 天氣冷的時候 所有的葉子掉光了 那今年 春天來了 那現在 天氣慢慢熱起來 然後 這個葉子就長得 非常的茂密 我們這個 紅毛榴槤 還有 我們之前還有介紹過 它的另外一個 有人說 它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它的葉子 葉子可以煮茶來喝 葉子聽說煮茶 對人體還不錯 有興趣大家去自己搜尋一下 因為這是 坊間的一個說法 我們不能確定 但是 網路上很多報導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 再來追蹤一下 這一顆 以羅里亮為副本 紅毛榴槤為母本的一個 瘦粉 隱約是 有成功 有成功一顆 那一顆應該是 我記得應該是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持續追蹤 就到這邊 做一個紀錄 以便我們之後 採果的時候呢 能夠 知道是哪一顆 然後把它種子留下來 繼續種植 好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